体罚了学生还恐吓学生不能告诉家长 桃园有一名国小的导师因为处罚学生被偷拍了 不但要求学生要删除影片 还要求学生不可以说出去 那么其中一名女同学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 居然拿到自残 那么事情传到家长的儿里 大部分的家长都要求要换老师 一起校园体罚引发学生割换老师恐吓 现在老师还被调离导师职务 时间是在329这一天 一位国小导师他用直卷处罚一名学生 另外一位在座位上的同学 用手机偷偷录下了整个事件经过 消息传到了老师儿里 老师立刻要求学生删除影像 学生有照着做 但之后可能因为觉得心理受创 这学生居然拿美工刀自残 离谱的是老师这时候居然用恐吓的方式 要求全班学生不可以说出去 老师可能担心事件被这个家长知道 造成学生的部分的心理压力 那么学生在情绪压力无法疏解之下 可能有简单的手部的一些动作存在了 话讲得很委婉 其实就是因为学生更晚老师恐吓 现在有过半数家长要求撤换导师 虽然老师自认没错 但校方已经决定调离这名老师的导师职务 而且全案还将交由教评会来处置